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突发现场节目 今天我们将探讨一个令人震惊的事件 支持卡玛拉、哈里斯的白人团体 因为埃隆、马斯克的恐惧而被暂停了X账号 就在这个团体为哈里斯举行线上筹款活动的时候 账号突然被封,这引发了广泛的愤怒和指责 该团体的账号在短暂被暂停后 很快成立了备用账号并迅速吸引了2万粉丝 最后原账号也被解封 尽管如此,这一事件让人们质疑 马斯克所宣称的言论自由 在这场星光熠熠的Zoom会议中 将近20万名民主党支持者 包括多名好莱坞明星 共同筹集了超过350万美元的捐款 进一步推动了哈里斯的竞选活动 这到底是一次误会还是有意的打压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文章来源于独立报 该媒体已提供不偏不倚 基于事实的新闻报道为使命 致力于揭露真相并追究权力责任 文章的主要内容 涉及一个名为白人支持哈里斯的团体 其X账号在一次线上筹款活动期间 被暂时暂停 引发了一系列争议和指责 事情发生在一个星光熠熠的线上筹款活动期间 这场活动旨在支持卡马拉、哈里斯竞选白宫 周一晚上 约有近20万名民主党支持者 包括好莱坞明星和潜在的竞选搭档 参加了这次Zoom会议 此次活动不仅展示了广泛的支持 还成功筹集了超过350万美元的捐款 使得哈里斯在宣布参选的第一周内 筹集的资金总额达到了2亿美元 然而 这场成功的筹款活动 被一个意外事件打断了 参与组织这次活动的罗斯、莫拉莱斯、罗克托 发现他们名为 AtDudes Harris的X账号 被暂时封禁 他在个人X账号上发文 暗示这一行动 是由于埃隆、马斯克的害怕 罗克托发布了一张账号被封禁的截图 并表示马斯克可能是出于对哈里斯竞选活动的担忧 而采取了这一行动 在原账号被封禁后 一个名为AtDudes for Harris的备用账号迅速成立 并迅速吸引了2万名粉丝 这一举动显示了社交媒体用户 对该团体被噤声的愤怒和不满 最终 原账号似乎被解封 但这件事仍然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埃隆、马斯克此前曾自称为 言论自由的绝对主义者 但他最近公开支持唐纳德、特朗普 并发布了一段经过篡改的哈里斯视频 这显然违背了他自己平台的规则 尽管如此 马斯克尚未对这次事件做出公开评论 而账号被封禁的具体原因也尚不清楚 在2020年选举中 马斯克曾支持乔·拜登的竞选活动 但今年 他转而支持特朗普 并在本月早些时候的一次枪击事件后 宣布他完全支持特朗普 这位科技大亨对哈里斯和更广泛的民主党 持有强烈的批评态度 这使得他在这一事件中的角色备受关注 白人支持哈里斯团体 是在哈里斯本月初宣布竞选白宫后成立的 该团体强调白人男性在塑造政治格局中 扮演的重要角色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 2020年 特朗普在白人男性选民中 以17个百分点的优势超过拜登 获得57%的选票 而民主党仅获得40%的支持率 在Zoom会议上 包括北卡罗来纳州州长罗伊 库珀在内的当选官员 也出席了会议 库珀已退出作为哈里斯潜在竞选搭档的竞争 前众议院多数党领袖的斯坦尼 霍耶和潜在副总统候选人皮特 布蒂吉格也参加了会议 这些官员反驳了保守派对哈里斯是 多样性 种族和包容性任命的 指控表示他们比这些批评者 更清楚哈里斯的真实能力和贡献 会议还吸引了多位好莱坞明星的参与 包括马克 卢法洛 乔什 盖德 肖恩 阿斯廷 马克 哈米尔和杰夫 布里吉斯 布里吉斯在会议上说 我是白人 我是个老兄 我支持哈里斯 他的这句话引发了现场的笑声和掌声 展示了支持者们的团结和决心 据报道 星际迷航导演J.J.埃布拉姆斯 个人向竞选活动捐款5万美元 这次事件不仅显示了哈里斯竞选活动的广泛支持 也暴露了社交媒体平台 在处理政治敏感事件时的复杂性和争议性 虽然尚不清楚账号被封禁的具体原因 但这一事件无疑引发了对言论自由和政治权利的进一步讨论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白人支持哈里斯团体 Dudes4Harris的X账号 在2024年7月30日被短暂暂停 该事件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 这个团体主要由白人男性组成 旨在支持卡玛拉·哈里斯副总统的竞选活动 该团体在哈里斯宣布参选美国总统后成立 并迅速在社交媒体上获得关注 当账号被暂停时 该团体正在进行一个线上筹款活动 最终筹集了超过350万美元的捐款 使得哈里斯的竞选活动 在他宣布参选的第一周内 总共筹集到2亿美元 这次暂停事件引发了组织者和支持者的不满 他们指责埃隆·马斯克因害怕而采取行动 组织者罗斯·莫拉·莱斯·罗克托 在个人X账号上表示 埃隆·马斯克因害怕该团体的影响力 而暂停了账号 在账号被暂停后 一个名为Attitudes for Harris的备用账号迅速成立 并迅速吸引了2万名粉丝 随后原账号也被解封 但至今上不清楚暂停的具体原因 马斯克本人也未对此事做出公开评论 这次事件的背景与马斯克的政治立场转变有一定关系 马斯克曾在2020年总统选举中支持乔·拜登 但在2024年转而支持唐纳德·特朗普 并在X上发布了一段经过篡改的哈里斯视频 这似乎违反了平台的规则 马斯克自称是言论自由的绝对主义者 但他的行为却引发了对其真实立场的质疑 白人支持哈里斯团体强调 白人男性在塑造美国政治格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 在2020年的选举中 特朗普在白人男性选民中获得了57%的选票 而拜登仅获得40% 这样的选举数据显示出 白人男性选民在选举中的影响力 该团体的网站上写道 他们的目标是 穿透特朗普保守支持者的Mega废话 强调他们在支持哈里斯竞选总统中的重要性 罗克托在LinkedIn上表示 白人男性不能再只是旁观者 他们需要积极参与政治活动 在7月30日的Zoom会议中 将近20万人参加了支持卡玛拉、哈里斯的活动 其中包括许多好莱坞明星和潜在的竞选伙伴 这次活动得到了包括北卡罗来纳州州长 罗伊、库珀和前众议院多数党领袖 斯坦尼、霍耶等人的支持 好莱坞明星卢马克、卢法洛、乔什、盖德、 肖恩、阿斯廷、马克、哈米尔和杰夫、布里吉斯 也出席了会议展示了广泛的支持 总的来说 这次事件不仅揭示了马斯克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影响力和权力 还反映了美国政治中的深层次分歧 随着2024年总统选举的临近 这样的事件可能会变得更加频繁 进一步影响选民的态度和行为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奇奇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奇奇 首先让我们直面事实吧 马斯克的行为明显是在扼杀言论自由 这不仅仅是针对哈里斯的支持者 而是针对所有试图表达不同声音的人 这种行为在历史上已经见过太多 从古罗马的独裁者到现代的极权政府 压制意见永远是权力者的本能反应 马斯克这样做不仅仅是害怕 更是在维护他自己的政治利益 哈哈楚天书 你真的以为这是什么阴谋论吗 马斯克不过是个科技大亨 他的世界里一切都以科技和效率为导向 说他害怕 也太高估这位火箭人了吧 这不过是系统的技术故障 或者误判罢了 就像你用手机也会不小心删掉重要信息一样 诶谢奇奇 你这魔说真是天真 我们不能忽视数据和事实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 2020年特朗普在白人男性选民中 以17个百分点的优势超过拜登 这些数据说明什么 说明白人男性在美国政治中的影响力巨大 马斯克转而支持特朗普 这明显是对这一力量的利用 试图影响选举结果 不要忘了历史上马克吐温也说过 数据说谎 但人却不会 这些数据背后的是真实的政治意图 哈哈 楚天书 你说的历史典故倒是挺有趣 但这跟现实中的技术问题没什么关系吧 你知道吗 网络平台每天都会封进成千上万的账号 大部分都是因为算法错误或者守误 就像我奶奶用微波炉把遥控器烤了 一样的道理 再说了 马斯克这么忙 哪有时间盯着一个小小的X账号 奇奇 你这样说真是太简化问题了 当然 技术问题是可能的 但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 这样的技术问题看起来更像是精心设计的 就像丘吉尔在二战时期说的 在战争中真相如此珍贵 以至于他必须有谎言的护卫来保护 马斯克支持特朗普 并且公开批评哈里斯 这不是巧合 而是战略 哎呀 楚天书 你这魔说真是让我笑出声来了 你这种阴谋论的思维方式 真是让人无法不佩服 马斯克这个人 从来都是直来直去 说话做事都很直接 他要真有什么想法 早就直接说了 根本不会搞这种小动作 再说了 他支持谁是他的自由 每个人都有选择支持对象的权利 就像你可以选择支持哈里斯一样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 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